神花上周末在中超联赛客场布迪天津全剑,最后没有返回上海直接前往济南。 本场足鞋杯对阵鲁能、瓜林和百家俊依然缺阵。 开赛还不到三分钟,神花右路传中,马丁斯第一次睁顶未能奏效,但是他抢到了第二落点,一个精彩的凌空倒钩,大门得分。 神花取得了梦幻开局1比0。 丢球的鲁能全力发动了反击,然而几次的努力都未能成效。 第十一分钟,鲁能的脚球开到中路,莫雷诺解围不远,正征禁区外围一脚远射,皮球直接打飞。 第30分钟,特维斯精准直塞,马丁斯带球突进,他利用速度甩开了后卫,杀到禁区前一脚射门,王大雷反应不及,2比0,马丁斯没开二度。 鲁能的心态越发急躁起来。 第37分钟,佩莱和西赛的一次门前配合非常有威胁,但是打门太正,李帅把球拿到。 第39分钟,浩军明左路人球分过,小角度打门被李帅挡输,外围的李松义跟上一脚远射,直接打飞。 上半场结束,生花还是2比0领先。 下半场,鲁能加强了攻势,生花门前多次出现了险情,而特维斯也受伤下场接受治疗。 62分钟,鲁能右路船中,李建兵解围不远,皮球正好来到了浩军明面前。 他左脚射门,直接命中,比分扳回到了1比2。 鲁能又一次地看到了希望。 2分钟之后,鲁能又一次右路进攻,浩军明直传给佩莱,佩莱传中,李帅把球打出了禁区。 紧接着,毛建青换下了特维斯,上场3分钟之后,他就为生花见攻。 莫雷诺传中,毛建青接球之后,面对宋隆的防守,缓开角度,左脚打圆脚得分,生花队3比1领先。 鲁能依然没有放弃。 第80分钟,鲁能右路横向转移。 浩军明进区前沿一脚打门,球擦着横梁飞出。 最终,生花还是3比1,客场取得了胜利,在两回合较量中,战得先机。 我忘记了,这是最主要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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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主要的。 我在想你,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应,窗门在外,都不容易。 一首好情歌,胜过千言万语,添加微信公众号FM5596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情歌,此刻的你是否在想着一个人,他是否也在想着你? 微信搜索FM5596。 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,选择添加朋友,再点击公众号,输入FM5596。 变得睡前好歌,点击关注即可,千万不要关注错了哦。